这边真的今天人超级多 而且这个人几人 天气不化算挺好的 阴着 看大家穿的衣服都比较厚 天气比较凉快 我们现在要进入一号坑 还有呢 有没有来自东北的朋友 有哈 东北哪呢 辽宁的哈 台港会吗 你瞅啥 你瞅啥 瞅你咋的 再瞅一试试 试试就是对吧 我们叫一下 叫一下劲儿 可以吧 你瞅啥 瞅你咋的 再瞅一试试 试试就试试 诶就这感觉 傻劲的哈 我干保证他不是东北的 为啥 直接上来了 能动就别吵吵 对 只有第二局 来陕西的我们陕西的 我们有自己的思不曲 但我们这的思不曲不是那么玩的 就因为对方多看了我一眼 我生气 怎么说 一个字啊 死 死 死 咋回事 咋念词诚重一些 对方一声吃小口哽哭 把我省了一遍 发现能打不过 我们被叫劲 怎么叫劲 你死 我再来一句 你小子 他再来一句 你那么我的 陕西台港四不去 但是请记住 到了东北 来到陕西 都别这么玩 为啥 作死了 东北话的感觉 你瞅啥 没有第二句 只是一个大电炮 啪就上去了 对吧 陕西这一样 咋 哈哈哈哈 顺头就在手里 不敢这样玩 知道吧 谁进屁股 就吓了一跳 如果遇到这样尴尬的氛围 我如果去缓解尴尬 好 注意啊 对方给你喊 咋 请淡定 扭过头 把他省一遍 对 我打不过他 哈哈哈哈 我也跑不过 我乖乖认怂行不行 认个怂 决创服个软 对吧 啥事都没有 东北话认怂会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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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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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啊 东北话的感觉 你瞅啥 我瞅你长得像我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心没同 哈哈哈哈 陕西这儿呢 咋 回答就两个字 不咋 这不咋 别乱语 为啥 我们陕派相乘老艺术家 曾经把不咋两个字 读出了27个文字 味道不同 产生的意义不同 举个例子 咋 不咋 还是抬杠 哈哈哈哈 那你说慢一点 委婉一些 死的更咋 哈哈 他说 咋 不咋 哈哈哈哈 那如何去缓解刚刚让他放下手里的砖头 很简单 想象自己刚从泰国回来 咋 不咋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到了一号坑 听一下这个字怎么读啊 金庚前的一诗感 很有意思 金庚前的一诗感 请 饼 骂 用 请 饼 骂 用 以后 吭 一字 一号坑一字 走 走 走 这个要这么读 还有味 走 走 走 看我正前方人头团动啊 有他们在干什么吗 据说这个位置是拍摄一号坑最佳的位置 最佳位置 对 所以 嗯 我们去前面去看一眼 我们要把相机伸过去吧 要不然 这个 角度呢 估计很难看到 不用啊 这边马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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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到了第一排 其实这些土俑出土之后 它都是有颜色的 呃 只不过是出土之后啊 当时的 我们这考古啊 没有那么好的技术来保存它的颜色 打开之后呢 它就全部氧化了 所以变成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 灰灰的土娃娃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放大拉近 看一下它的脸 哦 可以了 哎 这个 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太一样啊 像这些 这些残破的 就是当时 挖开以后 被土方压塌的啊 或者怎么样 这已经会坏掉了 目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占地这些潮人啊 它都是经过修复好的 其实这个在没有修复之前 是像是我们刚才在后边看到的那些 是一堆碎片 而这些东西修复了多少年呢 这些东西大概修复了40年 才修复出这么多的 然后 右边那些残垫断壁呢 是还未经修复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还有多少年才能让我们看到整个 因为我十几岁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修复好的 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件彩色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找一下那件彩色的 现在轻摸摸这个 肉导游 肉导游 饿的饿的 都是饿的 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在这边再看一个弩 这个下边呢 有一个弓箭 有一个弩 就是我们现在在镜头里面看到的这个 所以说秦始皇这个铃里面 它不光有这种陶涌 它还有一些武器 武器的残留 但是大多数的这个陶涌 它是没有武器的 因为黄瓜听到冰蛋告诉我们 这个是最有可能啊 是被项羽所盗的 我们刚从一号坑出来了 其实主要参观的就是一号坑 然后之后后边还有二号坑 三号坑 四号坑 二号坑呢 要怎么说呢 两个字就可以总结 没挖 所以看也就白看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儿有一排白砖 这条白砖是什么呢 这边写着四号坑东介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没挖 就是我们往前走一点 进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就是进入二号坑 虽然我们还要进一个建筑物 我已经拖对了 在后边 因为前边人太多了好挤 进入二号坑 你看我们进来之后 我天好黑啊 什么都看不到啊 为什么说它没挖呢 我们到前面就可以看得到了 全部都是保护起来的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进到二号坑来之后呢 什么都看不到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 就是主要参观的是一号坑 那个就是静带水井 那个 静带木啊 静带是挖的井 哦井啊 就是因为那颗井把出来 哦 这个就是道洞 道洞就这样 嗯 静带这个水井 因为打这个水井 所以才找到这个青石黄的林 是吧 这个就是道洞 这个 怎么还有那么多东西没带走呢 土啊 不是啊 不值钱 一堆碎 桃罐啊什么 嗯 我们进到这个坑里来之后 发现它这个厅特别暗 其实它这个灯光的设计啊 以及这种无支撑的柄 它都是为了保护 下面的桃涌 目前现在这个没有开挖的这个大厅里边 它下面有四种品种 但是我们在一开始 一号坑里面看到的全部都是固别 但是在这里边有奇兵 以及其他三类兵种 上面这一条一条的呢 嗯 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纹路 它其实是很早之前 上面的一层木头 但时间久之后它被压弯了 所以就形成了这个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面条形式的这个木续 就这样我们从二号坑里边出来 所以后边的二号三号四号坑加起来 我们的参观时间可能不足二十分钟 也就是这样 从这里边出来了 还有大批参观的人 在顶入二号坑 这个地方真的是 如果你不听导游讲解自己过来看一下 首先没故事 第二你什么都看不懂 最后只能看到一些泥娃娃 出了二号坑 我们就要去三号坑四号坑 当时我们说二号坑是两个字概括 没挖 那么四号坑呢 又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 没有 就啥都没 连保护棚子都没有 就比如说我们地上是这样子的吧 它四号坑就是这样子的 下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四堵墙 所以就没有挖的这个必要 三号坑好歹上面还有个建筑 所以我们进去里边去看一下 因为四号坑是什么都没有 二号坑呢是没挖 这个三号坑呢 进去之后也会有惊喜 我们现在进的这个厅呢 就是三号坑 它的这个灯光是为了保护 这个兵马俑 所以搞得很暗 并且有频闪 这个跟其他的坑有什么不一样 唯一让我拉看出的不一样 就是它都是面中间的 我们在一号坑看到这些兵马俑 它都是朝一个方向的 所以他们是作战的 这边的兵马俑 它都是面朝一个方向 就是面朝中间的方向 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商议军事的地方 就是作战指挥部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厅的面积呢也比较小 总共就500平方米左右 现在我们要出去咯 等下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